原标题 不断侵犯我国的领土和领空 在我国多次警告后 美军仍然没有撤退的意思 甚至还打到了鸭绿江边 1950年10月份 主席决定抗美元潮 同时将解放军改名为志愿军 当时我军刚刚建国 军事力量远不及美国 这样的力量 也让美军对我国的进攻放松了警惕 当时上甘岭战役的胜利 彻底让美国改变了对中国看法 中国不再是东亚病夫 而是一只沉睡的狮子 如今这只狮子醒了 三年的时间 虽然只服务了一万多名美军 但是其中却有一名美国将军被俘 这名将军叫做迪安 他也是一位酒精沙场的老将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他所带领的二四师 率先进入朝鲜半岛 在他看来当年的二战美军 对于德日两大强国都没怕过 更何况是区区的北方兵 美军如此轻敌 最终会在上面吃亏 不久就吃了一次大亏 刚刚进入朝鲜的二四师 还没有熟悉作战环境 战争就爆发了 美军本来以为朝鲜只有补兵 但是没想到朝鲜得到了苏联的援助 光坦克就有一两百辆 这下迪安可猛逼 因为美军并没有准备反坦克武器 于是拥有一万多人的二四师 不到十天就全崩了 二四师被迫躲进了山里 一个月之后 迪安最终没有摇过 于是下山找吃的 没想到正好被朝鲜军队发现 他也是朝鲜战争美军 唯一一个被俘的将军 展开全文在志愿军参战后 三年的时间将美军打到了三八线之外 但是双方还是在僵尸阶段 于是志愿军就在战俘营中找到了迪安 在战俘营的这三年 并没有亏待他 他了解到了中国军队的英勇无畏的精神 也渐渐的得知了中国是不会 屈服他 战争结束后 迪安回到了美国 美国媒体好奇他在战俘营的生活 他对着媒体说 这三年他过得非常的好 经过这三年的战俘生活 他知道了 不管是谁与中国作对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在此前只是一只沉睡的狮子 如今他觉醒了 没有国家可以再欺负他了 同时他也劝见美国不要再与中国为敌 中国军人坚定的意志 会让他们变得强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军人坚定的编辑 令人坚定的两次 军人坚定的编辑 有些人坚定的应该